幸福好时光 欢迎我的好朋友吴若全 大儒好 听众朋友好 他带来他的书 月之文化出版的 当下就是新生 今天我们要从 那七颗恶性肿瘤讲起 好 在当下就是新生这本书 其实就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创造自己 或者是发现真正的自己 是世界最伟大的奇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以最近这几年 我自己的生命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就是2017年 我妈妈很临时很临时 一个非常突然的状况 被发现她有七颗恶性肿瘤 都是恶性 然后最大的是6.9公分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算是太突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妈在27年前就中风 她中风以后 就几乎每三个月做一次小检查 那么每半年或一年 一定有个大的检查 所以我常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 我讲两件事情 你就知道当年的我多单纯 我跟她讲说 妈你比我还健康 因为都是你在检查 我都是陪你去 我几乎没有健康检查 国内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还跟我妈妈说 其实 也不用太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 如果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生活的话 钱应该也还够用 就在我妈妈发生那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讲这个 她就很天真 你是一个孝顺人 要是我就会跟我爸说 钱可能不够用 所以你要想办法附件 要站起来 不然以后看护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就算我会付我还是会这么讲 不同的激励方法 那后来她有一天就是 这也是很玄 真的是非常玄 就是清云姐要去 就是祭祖回来 那那天也都没事 我姐还帮我妈妈 就难得回来 就还帮我妈妈洗澡 然后我问她说 你洗澡的时候 没有发现什么 她都说没有 你知道吗 因为隔天我妈妈的颈部 就种出一个像晚宫那么大的肿瘤 这真的很怪吧 一天耶 然后我带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就说她是腮腺炎 因为一天出来的不太正常 后来呢 我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 你知道台湾就是这样 你去检查下礼拜来看报告 然后再发现不太多 再检查下礼拜再来看报告 然后第四个礼拜 终于被排到照正直摄影 然后切片各方面 对finally 从切片到正直摄影 就发现她 全身有七颗二性肿瘤 都不是在颈部 是分布全身 因为淋巴本来就是跑全身的 舌头下面淋巴 头颈到肺 到直肠这边 在短期内长出来 大家应该都觉得不太可思议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 内在的某一些负面的东西 的一个大爆发这样子 对那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因为我妈是一个曾经 在之前曾经两次中风的人 所以她没有任何适合她的治疗方法 因为你如果 因为你知道吗 就舌下 然后口腔口 三十几岁 对 当时也八十多了 她说当年是八十二 对这时候 大概对于七十几岁以上的人 都不会用很凶的治疗法 她说这个头颈癌 当年你要治疗 就是挖掉 然后挖掉 然后再做放疗 那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每天出入这医院 就看过那个病友 如果用那个方式治疗 是真的这整个口腔 是挖掉一半的 就算你好了你也很难好好生活 对没错 她会因为放疗的结果 会让她整个口腔都纤维化 那因为又挖掉一半 所以会变成咀嚼跟语言的能力 都会有很大的 这个功能上面的缺损 所以我当年就真的没有办法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全家人 就包括我姐姐 我姐夫小孩 来开过一次家庭会议 就是决定到底要怎样做 那我妈当时 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 然后她就 在这个之前 淡如你知道吗 就是我那时候 我问你过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找过很多医生 对对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 还有个经验 就是有一个知名的 很知名 以前在电视媒体 都有出现的医师 他有一种体制外的治疗方法 说找我的 他嫌我太老 要找我的外甥女 用他身上的血抽出来 然后去培养抗体 我们做过 所以就 后来付很多 五六七八百万 就是这样 没错 他有个合约书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的那么贵 没错 超过我妈退休金的三倍 那些东西啊 我都试过 我那个合约也差点签了 而且我外甥女 那天早上还要去学校 骑中考 我还跟她讲说 你先去抽血 用到外甥你有点怪 因为她的血型跟我妈相符 又比较年轻 那我就说 阿嬷这么疼你 你就早一点去抽血 再去骑中考 我告诉你 后来证明这些都不好 一个病患跟家属走投五路的时候 就是什么江湖素室 什么偏方都会去尝试 你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说 因为我有签 然后 其实我妈妈有比较好 但有比较好是 我知道那个癌症 已经是末期 很难救 可是她后来还坚持 我妈就是 ABCDE 即使相冲 她全部要选择做 我们也挡不了她 可是后来 你刚刚说的那位医生 我要说老实话 她至少让她后来 在选做化疗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她在做化疗 也就是 她没有像大家那样 你们家用谁的血去 我弟弟 你弟弟很健康 比你年轻 当时年轻一点吧 其实因为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淡如就是在 就是妈妈也在治疗嘛 对不对 那时候你妈是比我妈早一点发生 我弟弟跟我开玩笑 当然用我的血嘛 当然是我初前嘛 但我弟是个好弟弟 还要跟我说 免得你这个逆女 那个你的血进去妈妈的体内 还在跟她吵架 对不起我们还能够开这个玩笑 这个叫做排斥 不听话 总之我们就快速跳到那个结果 就是因为走投无路嘛 所以我就一直去拜拜 一直去求神明 那神明就告诉我说 我抽到一支上上千 你知道吗 妙了 他说你一直google 他说你一直努力 就会找到贵人 后来我就再来问淡如 当时真的每天去google 然后就有一些关键字嘛 我就买那关键字 后来就是介绍了 其实我们共同的朋友 欣欣 她前不久过世了 因为我就想到她 她有跟我讲说 有某种方式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 本来她也是要杂巴 但后来我妈就过世 而那个过世就是 其实后来她 就是癌症当然是 已经一发现就到末期 其实她以为她好了 但是就是有点虚弱 她还一直在照放射线 放射线的确会导致 她后来是因为肺的纤维化 完全呼不到空气 我记得淡如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忠告 她就说淡如那时候 你除了介绍新西亚给我 然后新西亚还介绍一个医生给我 那当时有很多方法 可是淡如就提醒我说 就选择其中的一个 因为如果都做 而且又化疗的话 因为化疗会把好的细胞也杀掉 这就是我妈妈的经验 就是这句话 其实真的是救了我妈妈 后来我们就选择了 因为你妈妈八十几岁 我妈那时候大概七十多吧 那为什么不能够做化疗又这样 但是你知道我妈妈的个性是 你不要挡她 万一她要做化疗 你不让她做 后来恶化了 她是会怪我的 所以我全部摆在她面前 你要我出钱我就出钱 你要做什么 拜托你选择 但请你掌握 我决定权 因为我很理解 我妈是一个 自己做的事情会怪别人的人 好了我们待会再聊 好其实在这里是要感谢新西亚 她也是救了吴若全的妈妈 我那时候是真的跟若全说化疗就是她还是把你某些好的细胞杀死我看到的人呢也就是除了你是初期的我看有自过有好的哦但是如果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他对你的伤害性恐怕会比癌细胞带走你何况八十多岁了而且那时候我妈妈在诊断上面因为她是多重器官的恶性肿瘤嘛对然后又不能开刀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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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开刀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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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所以其实其实在整个医学的某一些建议上面就觉得年纪也大了那么就安宁的照顾好了那总是不忍心那为什么那天看到星西亚过世我心里面觉得真的是很就是心里面真的很心疼哦因为星西亚他真的是为了要跟癌症相处或跟癌症做一个治疗 他真的是看过很多很多的医生 他的医学的资讯非常多 那你在介绍我去向新西亚打听之前 但是我告诉你 全台湾包括南部 每个教学型的医院我都去过 而且我拿我妈妈的病例 那中间其实 大家都跟你说没救吗 甚至我觉得有一些更不好的经验 就是有一些 我觉得这不是全部的状况 我自己特别的经验 就是我记得某一个医院 他甚至连那些病例都没有看 他就约我礼拜一 就做一个presentation 我想说现在医疗团队这么好 还针对一个病患的家属 会做一个这样的提案 可是那提案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漏洞百出 因为我很明显发现 给提案的团队 并没有看我妈妈所有的检查报告 他在提案是要干嘛的 就是要做一个两百万的治疗的计划 你被当一个王永庆对待 其实不少这样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以为医生 我朋友都说 因为你是明显对你 其实没有 他就是把你当医院的VIP 什么叫医院的VIP你知道吗 那个门诊要收好几千块 其实事先我都不知道 台湾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模式 他就是一种特别门诊 他就是针对你给你一个提案 我们要体谅医院 因为现在他们一定要自负盈亏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后来真的是走投无路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感谢新西亚 是因为我把所有的状况 我这么一个多月来的经验 跟我收集到 我觉得应该怎么治疗 我妈比较好 因为当时我在网路上面找到一个药 那个药其实才刚进来台湾没多久 而且好像真正做的病人也不到50个 而且还不是在我们想象中的治疗的流程里面 只是在实验过程 对他就给了我一个医生的名字 然后医生也他完全 他就是一个很专注医学 他不认识我也没听过 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甚至忙到没有抬头 就是很亲切的看我跟我打招 然后他就淡淡的说 你明天就带你妈妈来 对我就带我妈去治疗 那么当然就经过 现在已经七年了嘛 那第一年的治疗是 也是很惨痛的 因为每三个星期要进行一次的疗程 因为老人家 是打针还是吃药 打针打针 他那个第一针跟第二针 身体的变化很剧烈 我记得一直都发烧到四十几度 我的妈味 对然后四十几度的时候 你知道人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这些灵异反应 你知道吗 就是对对对 他会不认识你啊 然后会说哇 病房里面站的都是 我们已经过世的亲人 这样啊 然后每个晚上都 睡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 我完全记得那一年 我是怎么在 那个医院里面度过 癌症病房的时光 真的 然后 可是真的也很幸运 必须要这样讲 很多人都说 哇 我妈妈创造一个奇迹 你告诉我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相信 其实最主要不是我不相信奇迹 而是你妈妈八十几岁了 他后来七颗 恶性肿瘤 全部消失了 而且过了五年 还就那个什么重大伤病态 就没了 你知道吗 我每一次就半年三个月回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前一几天我都真的没办法睡觉 因为我很担心一检查 然后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 你了解吗 那种你要一直追踪的检查 一直到最后一次医生说你们就不用再来了 然后就取消那个重大伤病态 但是我跟你讲 你这样会让很多人抱有希望 但是事实上你妈也是这样的治疗 实验中的极少数 极少数极少数 因为还是有同样的治疗 但是就过世了 或总有没有消失 她其实因为 我觉得有很多的医学上面的奴隶 还有不能解释的现象 然后我妈妈一定 她很爱生命 或者她很爱我 就她舍不得离开她心目当中 这美好的人间 所以她非常努力 我妈的除了医学上的努力 我妈做什么 我妈妈就从离开 每一天她都会念心经 每一天早上起来到今天为止 然后她会做一个潜意识的清理 这讲起来 我觉得我妈是为了她的健康 跟为了跟我在一起久一点 我教她做什么都做 每天早上大概会有 书上有写 就是她大概会有将近一二十分钟 都会做这些灵性的疗愈 我也会帮她做一些祈祷 因为我是采用佛学的仪式 佛教 我觉得还蛮有趣 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说 我跟我妈念完心经 做完一些疗愈密码的祈祷之后 我就会跟我妈妈的身体 就跟她讲说 请所有的癌细胞 离开无某某女士的身体 然后跟着观世音菩萨 洒下白色的莲花 千朵万朵的莲花 请这些癌细胞 跟着莲花前往佛国净土 学习佛法 投身善道 不要再跟我妈妈渊渊相报 就每天吵吵 那我就想象 哇这些癌细胞 都离开她的身体 透过这个流汗啊 排泄物啊 都离开她的体内 有个儿子是作家 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还是这个 我们就是心灵鸡汤作家 我妈就很乖啊 她就从离开到今天 我们就一直在想象 那个坏东西离开了离开了 对对对 可果然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算是很痛苦 难过悲伤难熬的七年 但讲到这个人家都说 啊我许你妈创造一个医学上的奇迹 那我就会 现在比较轻松看待嘛 就会跟我的朋友说 我觉得我也创造一个奇迹好不好 我居然能够挺过这七年 还活得好好 你不觉得我才是奇迹吗 因为照顾者本身 尤其年纪也不小 你看我看见的都是 照顾者后来就先走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吴若犬当下就是新生 这是月之文化出版的 今天讲的是妈妈癌症 全部康复的故事 当然我必须说 这也是一个几率问题 小数的幸运 非常幸运 可能以这个去接受实验的 然后到了这么严重 全身都有恶性肿瘤 竟然痊愈 我在猜也不到15% 应该更低哦 据说好像只有不到五位 这么多年 就痊愈的 全部都 你竟然也还身体健康 我是没去检查 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没有致命性的疾病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不然请问你妈靠谁而活 对不对 所以很多 其实很多照顾者 就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就反正就两种 一种就像我们这样 就心甘情愿做 另外一种其实就是 其实也会碰到很多挫折 很多家庭的很多 就是推卸责任 等等 因为我那种照顾者的家庭 是每天在吵架的 有些人又要付钱 又要照顾 那就一定会吵架 这个就是淡如的忠告 淡如说 你每次都讲的云淡风轻 我回去都转述给我妈妈听 我跟我妈讲说 人家无淡如公 他们都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那都这奇怪 都我一个人 我要出钱要出力 我妈妈就 我跟你讲 这个很可爱 我觉得我很大的成长 以前我妈妈就是 因为我不是你姐 没有 我妈妈以前 她都会就不好意思觉得说 她拖累我 我觉得她最近最近非常理所当然 她就会回一句话说 那我就跟着你一个女儿 然后对我妈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她理所当然 我反而觉得一个人 这样理所当然的时候 她比较没有压力 你知道吗 当然当然 我最怕人家跟我说 哎呀多亏你啦 还每次讲了一次两次三次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可以把那个悲剧演成喜剧 那你以后要不要告诉她 我骂我婆婆的故事 那她可能会就觉得 我说骂这是应该骂的 因为我婆婆大概上上个月 她得了尿毒症你知道吗 明明应该要洗剩 她死不洗哦 而且在病房里面 看谁都不顺眼 她一直骂我先生的姐姐 就是讲有的没的 她不太敢骂我 因为我可能真的是个欺杀作命的 然后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叫她洗她也不洗 她说不要管我 我就是想要洗就这样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天她就要跟我聊天 我这个很难聊天 这也是个好处 她就跟我说 但如果你买那些三个鞋子给我 我都还没穿 然后我就看着她 你说你不是想要洗吗 想要洗她的鞋子 后面也是会消消气 第二天 再加上我先生也骂人 骂得很凶 我先生那天就是她在台中 所以婆婆你知道 就只有我跟她姐姐在照顾 然后我先生的哥哥也去世了 然后结果呢 我先生那天她真的受不了 她就冲进来 她是疯狂的进了病房 骂她妈妈一顿耶 一个人都快捶死她还骂妈 结果第二天她乖乖的 愿意让我们转院 接受积极治疗 那我就跟我婆说 你吼 你真的是要给人家骂才会好好的听 现在她出院了呀 你看 可是因为尿毒症很严重 因为你知道她在知识上 她没有读过书 你很难跟她讲清楚 她只要一拖延 其实她刚开始 如果早一点救的话 她可以不要长期洗肾了 她跟你 大概也是 八十多岁 八十六岁 八十六七岁 但是她现在就是 要长期洗肾 就是也没有长期 就是医生说 有损害 但是还有功能 就可能这半年要洗肾 恭喜恭喜 就是她自己 delay掉啊 可是那时候的确是 她一直在抱怨什么 口都吃不下 呕吐啊 我说就你肾坏掉啊 但是她不是 她会一直在跟我complain 进医院打这么多针 也没好啊 我针都打不进去 就她胶着于小事 她没有想到那个主体 所以有些时候 那个有人在骂人 还是挺有用的 只有我先生跟我比较萌 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上一代的女人 重男轻女 所以女儿讲话 没有什么用 那我先生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现在就是讲话很有用 加上大逆不道的我 媳妇 而且我还跟她讲 我一进去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的那个 所有的看护费用我出 但是你最好不要住太久 因为她对我会有愧疚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最好不要住太久 这句话也带着祝福啊 就表示说你不用 你不用在那边住很久 而且她本来就是很节俭 我就跟她说 看护一天两千块 怎样 你要住多久 我都不 但是你最好不要住太久 你最好赶快出来 两千块而已吗 两千八吧 没有 你应该没有看账单 你说的对 我真的就这样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看账单 应该不是两千块 反正后来她转院之后 我跟我先生 二一天做午 总共有一个月 他住了一个月 带花了三十万 连他住头等病房 跟你先生二一天做两千块就对了 那我看错咯 没有我告诉你 你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我妈也是这样 就跟她说 你看这些三个 这些都还不穿 没有 我想这些 你在担心那些东西干嘛 你就让她 我插一点 我说 你这么胖 我也不会穿你 你别给她弄这个 人生最怕就是生无可恋 你知道吗 就是她如果 还知道有沙跟埃亚要勤 她就会有力量 所以要照顾老人家 一定要 你说要骂她 骂也是一种技术 对不对 你要骂到 你不能完全顺着她 对对对 你要骂到一个 让她能够 能够觉察醒悟 她才能够 其实人就是这样啊 以后就把这故事告诉你 妈你说 妈你若不听话 我叫吴淡然骂你 他骂人很高明 而且要骂到 那个病人有行动力 好我们待会再聊 这是吴若泉的书 当下就是新生 里面有她这个 照顾妈妈的过程 也有她人生的 在讲很多人 对于前世今生的 某一些执着 某一些看法 其实我一直觉得 佛教里面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过度执着 都是错 其实为什么会执着 执着就是执念嘛 就是你一直执着 在某一个点上面 然后不肯放下 其实很多佛学 都教大家说 你爱哄哈 你爱哄哈 但其实哄哈 放下这件事情 它是有程序 有步骤 有方法的 那从大事到小事 其实都一样 你如果没有一个 全盘性的宇宙生命观 你很难放下 因为你就会执着在一个 你要什么 而你没有得到的 那个情绪跟情感上 而且你会执着在一个小地方 因为那小地方你可能比较舒服 去钻研那些 不去解决人生大问题 你去想要解决那种 你看见那种细微小问题 因为痛苦也是一种舒适圈 你不要觉得说 我好难过 你常听到有一些人 就是每天都抱怨同样的事情 然后他就不愿意做出改变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那样比较舒服 我后来觉得 这就是痛苦的舒适圈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你知道吗 原来有一个词叫 痛苦的舒适圈 要知道这个名词 请来看 当下就是心生无肉犬的书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习惯于现状 而且抱怨比较爽 你不觉得就是那个嘴皮子很爽吗 就是你碰到每一个亲戚朋友 你就给他数落一遍 抱怨其实是一种快感 而且我常常感觉抱怨的人 是在显现他的骄傲 这就好像我现在跟你抱怨 我写博士论文好辛苦 你觉得我有没有骄傲 当然也有嘛 对不对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棒 需要拍拍 我都会去分析我的心理成因了 但很奇怪 我都没有感觉你在抱怨 因为我一直 我一直觉得你进入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你可能比较了解我 我觉得心流是一种马飞 你知道吗 这么马飞这么难打 你还是继续打 对对 而且马飞要打很贵 而且不见得合法 你进入那个 你喜欢的事情的那个 我喜欢被我喜欢做 或我想做的东西奴役 我竟然有一种快乐 应该这样讲啦 一般人的那种所谓 离不开那个痛苦的舒适圈 那个痛苦喔 它是存在的 其实书中有讲到 就是受害者的心态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边 都是别人害我的 对不对 但为什么我觉得你进入心流状态 虽然你说你嘴巴上说痛苦 但我觉得那是快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受害者心态 因为没有人叫你去念历史 是你自己去念的 我就是不太听任何人的指令 所以当我自己叫自己 你就发现你是一个真正的奴隶 是你自己拿鞭子打自己的 有一句个词 下次我们这样来写 你要写离开痛苦的舒适圈 那我就写进入舒适的痛苦圈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就上下这两侧合构 好哟好哟 我最擅长做进入舒适的痛苦圈 你觉得马拉松不是吗 他真的有时候中间真的好痛苦 所以这完全就符合 当下就是新人这本书的宗旨 他就在锻炼你的灵魂 就是让你的灵魂 我们这一生有这个肉身 那灵魂就是透过这个肉身 去经历很多事情 去体验很多事情 那你最终的目的就是 要让你的灵魂变强大 就好像那个游戏过关闯关这样 你每过一个关 你的灵魂就会晋级 你知道就快看到大魔王了 多让人兴奋 然后但是打完那个最后一关 怅然有所思觉得 啊就这样了吗 你就会再去创造下一关 你才会从上学院又去念历史 看完仙侠剧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非常讨厌开放式结局 非要弄个水落石丘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受害者心态 你如果觉得你每一个遭遇都是别人害你的 都是因为你的家庭不好啊 你的这个从小很困苦啊 兄弟姐妹怎样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 你就是你锻炼你的灵魂能够面对这些课题之后 你就解除了一个东西叫做限制性信念 这个就是创造自己才是个最伟大的奇迹的根源 当你没有限制性信念的时候 你知道比如说刚才讲到我妈妈治疗癌症 我现在都在做笔记哦 哎呦真的吗 当你一直觉得说癌症就很难医 癌症就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限制性信念 但你如果用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亲友或谁 你的很关心人家的癌症 那就借由这个机会去体验这个治疗的过程 那治疗过程到底 譬如说我去观世音菩萨去求千去拜拜的时候 我也没有跟他硬性规定说 你一定要让我妈妈痊愈哦 我只说希望他能够碰到好的医生 然后找到适合他的治疗方法 然后尽量减少他的痛苦 如果他的皮肉觉得很痛苦的话 也希望他能够承受得住 哎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信念 那你知道像宇宙造万幸福吗 就是说你不要去规定你的神要怎样做 神听了一定超不爽的啊 神有他的安排 就是我要发财 请给我一亿哦 搞不好那个神在想象说 我必须你五亿 你哪跟他赶快偷一亿两亿 所以你知道就这两件事情 就是摆脱你的受害者的心态 然后另外就是 你不要被你的限制性信念所限制 你一定要也摆脱你的限制性信念 你才能够一直创造不同的 其实你每天能够好好的上班工作 诶 但我跟你讲 我因为经历人生这么多事情 我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我每天开车回家 然后那个车库的铁卷门打开 然后我车子滑进去的时候 我都会心存感激说 哇我今天真的很幸运 我能够平安的回来 我没有在路上延误或任何的插状等等 那我觉得你如果把每天平安回到家 也当作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你懂得去感恩 你懂得去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转念啊 你知道有一天 其实我最近真的有点忙 大家发现要请我吃饭 我脸色都很难看 说本人没有空 就我最好的朋友也一样 我说你可不可以等到 差不多七月结束 我请你 你要吃什么都行 七月结束啊 是是 没有我刚刚不是说要请你 好了好了我请你 你怎么这样啊 七月结束你要我怎么样请都行 但是其实那种状况就是 嗯好等一下再讲 幸福好时光 今天是吴若泉讲他的新书 当下就是新神 其实这也是一种断念 也是一种转念的过程 嗯我刚刚说最近很忙嘛 那我要再做历史博士论文的 最后修订阶段 然后还有那个 呃我有一个工商管理博士 就是我的母校中欧的课啊 我必修学分修完了 所以其实我是整个两个 左脑右脑在搞不同的东西 有一天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辛苦的时候 脑袋里就浮现了一朵白莲花出来 那朵莲花就是在告诉我说 嗯 其实你完全都没有毕业也没关系啊 是你自己找的 对吧 那你就抱着完全也可能不毕业的状况 就去读书啊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决定 比较重要的就是历史博士那个要写 工商管理博士啊 就是碰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但我竟然混到全A你知道吗 嗯 我在炫耀队 有有 你有拿手机给我看过 对 其实那个力量很重要 对 混也要好好的混啊 嗯 是不是 但是我是不管你给我多少成绩 我用的方式混了 嗯 嗯 我们说要摆脱受害者心态 解除限制性信念啊 嗯 其实刚才淡如的分享的这一块啊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的分享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意那个结果 对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人生就是来 有一天就会走嘛 嗯 这就一个起始跟结果 其实中间的 我们的结果差不多一样了 对 可是中间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在体验 嗯 那我们有一些人会倒过来 他只看想要的结果 但是他忽略那个体验的过程 是 对不对 你刚才讲说那个白莲花出现的时候说 嗯 有没有得到什么都没关系 那个就是体验啊 嗯 因为他就告诉你 我是来体验的 嗯 有没有得到什么是结果 人很妙 嗯 当你很重视体验的时候 其实往往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 是 当你忽略了这些体验的时候 就算你得到很好的结果 也没意义啊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照顾老人 我们这个年代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嗯 其实那个体验 也许就是要你来先经历这一招 然后你才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活 嗯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都有这个爸妈后来就是卧病在床 嗯 长期卧病在床的经验 嗯 你后来越来越知道你不可以这样 嗯 所以不管再怎么忙 你还是在掌控你自己的健康状况 嗯 不会像一颗烂烂的沙发马铃薯那样活着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你不想要进入那样状况了 嗯 而且带着这种体验的心情去经历很多你觉得很难熬的事情 嗯 你的心里面也会充满了好奇跟感谢哦 嗯 举例就是因为我妈真的年纪很大 他又中风又厉害然后看很多的病 嗯 所以常常要到各个不同的医院 然后身体又有状况 可能一些新的状况要去新的科别去挂门诊 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有时候跟我妈开玩笑就说 哦 我这一生要去医院的quota都被你用完了 嗯 那就会觉得很感谢 就是我陪他去幸好不是我自己要去 哎 这就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而且他比你辛苦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他还不是故意的 第二个经历就是说 哇 我这是托我妈妈的福才能够认识这么多医生 嗯 那我心里面在想说 搞不好人士都是 有一些缘分的啦 就这一生就是要认识这一些人 那我如果没有透过我妈妈看病的经验 我也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么多医生 那就刚才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 以后就会换我打电话给你说 吴河泉你有认识哪个医生 我们不是很怀念说那个新西亚这个朋友吗 他就是因为久病 就认识良医啊 而且他很可爱 所以大家愿意帮他 对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台湾这种医疗门诊界的data base 就是你打电话给他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建议你去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 那我就带着这种心情 就觉得我是来体验跟学习 所以就没那么痛苦 其实刚开始也会很痛苦 没有人会觉得去医院看病是什么快乐的事 但你如果一直执着在那个 哇辛苦哦 为什么又是我来 为什么别人都不来 为什么其他人都去做自己的事 我就得来做这个 不能这样哦 人生永远不会快乐 我也曾经在医院住了很久啊 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我还记得那种地狱般的感觉 你整个人像个人气球 恐怕你整个人就是一颗瘤了 可是那时候我想的是说 这个医院 就算我住在头等病房 我还是很痛苦 我一定要豁着离开这个地方 尽量少进来 其实那也是一种信念 你老实告诉我 你那时候我们会想着你家里的衣柜跟鞋子 我真没耶 我真的跟你说 而且那时候我想的是说 比如说小孩嘛 那时候也是因为出来才八百功课 在保问下 我想的是我们最美好的最后的结局 就是我会康复 而你会出来 就这样我们都会从监狱里面出来 而且就是那个美好的人生 就从出来那一刻才正要开始 所以你知道吗 就算小孩读书读得很烂 我都不会怎样 因为我当时的愿望只是 他渐渐扛扛出来 人家现在都长得比我高了 我告诉你 很多家长的痛苦 就是来自他忘记那一刻 是 就我当时只祈祷他 忘记那个好好的就好的 傻傻的有什么关系 等他发现生出来是好的时候 他就开始觉得你这个要再怎样一点 你考了九十分就要一百分 像我永远会记得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失控了一两次 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当时期待的 只是我们好好在一起拥抱 如此而已 就像我刚才讲的 当你懂得再回家那一刻珍惜 能够平安回到家 就是人生的一个奇迹的时候 你一切也会好好的 的确是如此 好这是吴若全的书 当下就是新生 乐智文化所出版的 那么就大家一起向宇宙召唤幸福吧 我刚才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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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啊 你 我刚才看着你 你 我真的看着你 我刚才看着你 我正在这一天 你